带着墨镜走出甄讯室 涉嫌违反强炮条例 孙安佐以30万交保后 立刻比出她的招牌动作 动漫咒术回战的无量空处手势 对记者领域展开 一路狂飙日文 孙安佐大非所问 把自己当成动漫人物五条物 但这回家中被发现藏有违禁品 不管想化身哪号人物 都得乖乖被法办 只是仔细看 一路陪她离开北检的律师 来头可不小 曾搬过复兴航空空难 声明大造的前高检署主任 检察官何祖顺 和搬过鸿海内鬼案的 前北检检察官石宣旭 再加上合集炒股案的 前台中地方法院法官于德镇 三人组成的超长阵容律师团 这回也受孙鹏委托 担任孙安佐的律师 不只出动王牌律师 之前孙安佐在美国出发时 孙鹏提为了救子卖家产烧光 近1亿元还特地找在美国 专攻青少年犯罪恐攻威胁 枪支武器的律师 罗伯特凯勒 担任辩护 但身为军事狂热的孙安佐 这回又卷入墙袍风波 孙鹏提因再度砸大钱 只盼儿子能顺利脱身 继续雷家产品材议采访报道